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一川 你怎么回事啊 作为班上的好学生 带头早恋 我没早恋 这纸条是不是你写的 是 这还不叫早恋呢 我用语文老师的方式给你念一下 在默然回首的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 你脸呢 我都念不出口啊 老师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过去吃 我是教语文出产的 我能看懂 那个 张老师 我过目一下 其实我觉得吧 没什么 就是这个文艺枪啊 重了一些 哎呀 赵老师啊 他们这些学生就是欺负你这些 不懂得理口班主任 这是习不容的诗 讲的就是爱情啊 他第一句就说到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 请你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你看 这是不是早恋 对对对对 陈一川 你太让张老师失望了 高考 还有几天 说话呀 在这个节目眼上 你们两个这 这真是七尺大辱 不是的 张老师 我压根不知道这诗是那个意思啊 我还以为这是写跟人道歉的呢 老师 这不是陈一川写的 是我写的 你别乱说 老师 这诗是我写的 不 这不怪他 但是我写这个诗 真的是为了给他道歉的 哎呀 都给我闭嘴吧 你还有你 怎么还互相包庇上来的 没事 你们俩在这儿 上演苦命鸳鸯呢 张老师 这事要怪 您就怪我一个人吧 跟陈一川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现在喜欢上他的 他什么都没做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这 你搞不搞清楚状况啊你 陈 陈一川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有高考加分 你一劳有一劳 我 不是 老师我 顾小曼 你不天天算命吗 来 给自己算一下 你还能不能考上大学了 是 张老师 张老师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我们不应该早恋 对不起 顾小曼你闭嘴 谁给你早恋了 那早恋是两个人的事 你误过我的意见吗 你一直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行了 行了 夏姐 干嘛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夏姐 刚才顾小曼 常常跟陈一川在一起了 正确减 我爸都气疯了 他脑子短路了吗 就是 花吃不分时间 低点场合的 我哪知道 我就在那儿偷听到的 哎呦喂 这一对可算回来了 欢迎我们班二哥和二嫂 顾小曼居然跟陈一川谈恋爱了 啥 还被老师给发现了 你这么近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能安静点吗 夏大班长 现在是课间休息 你能不能别这么严肃啊 更何况大家都这么热闹 你就不能让我们讨论讨论 对不对 冯天俊 既然你这么能聊 一会儿你找赵老师讨论去好了 夏灵溪 你是好学生当上瘾了吧你 你怎么光找我的麻烦 就你带头起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告诉老师 小夕 算了 你就给我等着 我 谁啊 你答应我 陈老二啊 怎么着 二嫂哭了 心疼了 对不起 我 陈一圈 陈一圈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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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圈 陈一圈 你们怎么回事 你们要造反吧 老丁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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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